身把体坛三岁皮一针剑鞋看到绿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州教授 今天胖州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南兰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南兰国家队正在上海重庭基地 进行一个秘密的集结备战 那么主要备战在2月中下旬即将开打的南兰亚洲杯的预选赛 那么虽然说在这一期的中国南兰国家队集训单名单公布之后 一共有21人入选 但是这一次中国南兰集训的首日 其实我们通过训练的情况来看 一共就有8名球员来到了国家队来进行集结报道 那么训练场上也是显得比较冷清 甚至说国家队的教练组加队伍加起来的人 都要比南兰的队员们人数要多了 但是随后包括韩德军等几名球员 也是陆续的抵达到了国家队进行集结备战之后 让训练场上逐渐热闹了起来 那么国家队在最近两天之内 缺席的球员也将会陆续的抵达球队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 这一次的国家队受到了很多球员的一些伤病的困扰 还是显得阵容上残缺不全的 而杜丰的中级版的国家队12人大名单 也需要在近期就要正式的出炉 那么其实呢 想要推断出这一次的中国拿来国家队的中级版的12人名单 并不太困难 因为我们从这一次的21人名单里 我们排除掉这些受伤的球员 剩余的名单就没有多少人了 还剩14个人 14个人里边做一个14-2的一个减法 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位置上的人数的囤积 能够给做出这样一个减法来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21-7的减法 那么这个7个人呢 是受伤的7个人 分别是谁呢 是吧 先捋一下 那么后卫线上广东队的徐杰 那么辽宁队的赵基伟 那么再加上深圳队的两个人 一个沈子杰 一个这个贺西宁 北京队的真小川 是吧 同时呢 再加上这个广沙队的孙明辉 还有就是一直有伤在身的这个王哲林 是吧 一共这7名球员 目前这些球员 他们是有伤在身 无法来参加这一次国家队的集训 那么这样一来呢 21-7就还剩14个球员了 那么在剩余的这14个球员里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球员分别都属于哪个位置上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哪个球员的 哪些位置上囤积的人数最多 我们做一个减法 就可以最终捋出来 这样一份12人的大名单了 那么在剩余的这14个人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卫线上 也就是说1号位和2号位 目前来看 一共有5名球员 分别是高诗炎 吴钱 郭爱伦 胡明轩 还有这个陆文博 是吧 一共这5名球员 那么再来看这个3号位 小前锋这个位置上 那么一共有两个人 一个是杜仁旺 一个是曾凡博 那么4号位位置呢 有3个人 周鹏 任俊飞 和胡金秋 那么5号位位置呢 一共有4个人 分别是周琦 于家豪 韩德军 以及这个刘传星 是吧 这4个人 那么分析下来 一看是吧 从后卫线到小前锋 到4号位 到5号位 那么各个位置上来看 内线的位置是囤积的人数最多的 那么我们正常一届国家队配置来说的话 后卫线 1号位和2号位配置5个人 是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 那么不会动 那么这5个后卫 是目前来看不会动的 那么其次 小前锋这个位置上 仅有两个人 一个杜仁旺 一个曾凡博 那么周鹏 当然他可以客串 他是一个外境游球员 可以打3 可以打4 所以说呢 这样一来 周鹏不会动 封线的这两个人 杜仁旺和曾凡博也不会动 那么其次 4号位位置上 还有一个胡宁秋 一个人均飞 这两个人对于杜仁的战术体系 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名球员 所以说呢 这两个人也不会动 那么最终动哪里 动的肯定就是5号位了 5号位位置上 其实正常来看 囤积两个人就足够用了 对不对 那么你4个人的话 肯定要去除两个 那么周旗和韩德军 这两个人的战术地位 是非常高的 那么刘传星和于家豪 这两个人很有可能 就要做出取舍 来放弃这两个内线球员了 那么所以说呢 目前胖中分析来看 最终级版的12人大名单 那就是内线 5号位位置上 周旗 韩德军 4号位位置上 是吧 任俊飞 胡锦秋 在家周鹏 那么3号位置上 就是曾帆博和杜仁望 2号位和1号位 这个后卫线位置上 就是刚才胖中所说的那5名后卫 郭爱伦 吴钱 胡明轩 高世炎 以及这个陆文博 是吧 那么因此呢 这样一份12人大名单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推断出来 是吧 那么曾帆博这名天才小将 能够搭上莫买车 我个人认为 也是得益于本次国家队的集训 是吧 确实是风险位置上 确实特别确认 那么 翔小川的受伤 在家阿布杜沙 没有返回到巅峰 帝安宇航还处于养伤之中 是吧 风险位置确实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点 曾帆博能够在这一次 亚洲位选赛上 表现出怎么样的一个发挥 确实是 让我们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们也期待这名小将 不如使命 不辜负杜峰的重任 期待他能够正式的亮剑 亚裔赛 我们也期待中国哪来呢 能够打出一个精彩的战绩 在这个寒冬里 为中国篮球 在天上一把火 好了 那本期的胖中聊手呢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中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中玩 天天飞机 聊到这儿兄